在星期二,救援人員繼續在中國西北地震災區倒塌房屋當中的瓦力 尋找生患者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94人 據中國國家電視台說 地震及其後引發的滑波導致5,700所房屋倒塌 7萬3千間房屋嚴重受損 中國媒體報道說已經有3萬1千多人被重新安置 災區設立臨時救護中心對受傷者進行救治 大約有870人受傷 有關當局說滑波使得很多救援人員無法進入更偏僻的地區 中國紅十字會說將會向地震災區運送包括衣服和帳篷在內的援助物資發放被災物 美國地震調查局說一次5.9級淺源地震星期一清晨 在甘肅定濟市附近發生 大約90分鐘後 該地區又發生一次5.6級地震 隨後發生了幾百次遺震 八尺 五位 八尺 八尺